南山綠在家貝蘭 這位法師這位同學阿彌陀佛 請翻開課本255頁 第三行的地方 那表解版是65頁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 這個在家貝蘭 這個第四篇別行篇 那這個當中有六門 第五門黎珠輝華 那當中有分作五張 那是今天要講的是第一張 別請珍重 就特別的請某位珍重 這樣的情形 那這個不普遍的貢冷深重 這個佛是不允許的 那之前這個別請 深世請 就是次第的一介大來請 那別請 就是你有所限定 譬如說請禪師 那你就沒有 就設定不要請綠師 不要請法師 那這種就是別請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是佛所不允許 那我們看下面的這個引文指示 幻往云 別請物者 即到四方生物 人亡經 亦喝者別請過 既身次福大 有平行者 因說身次功德 開悟俗心 物令別請 那先引經文來指示 在幻往經裡面講到 這個大眾生呢 去受用別請的這個物品 那這個是屬於 到四方的生物 四方生物 又可以稱為十方生物 那這個是幻往經 第27條的清界 裡面這個受別請見的這個文 當然這個宣祖 他是把這個文的要義 把它結錄出來 這個原文 他是這樣講 一切不得受別請立案入籍 那此立案屬十方生 那別請者呢 就是取十方生物入籍 這個取十方生物入籍 那宣祖就把這個義理 就是盜取十方生物入籍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是27條的清界裡面 是這樣說的 所以菩薩界呢 也是制定 不可以接受別請的 你接受別請 那就是盜取十方生物 像我們現在 這個大眾是受用生死的一個情形 因為這個是十方 這個身眾都會受請 所以我們就是要打板 或是搖臨坐下 那這個代表 這個邀請十方生 來受請的一個情形 那另外在這個仁王經 也是相同的 喝者 這個別請者過失 那在知識記 有把他引出來 那這個是經文指示證明 那所以呢 要佛陀 就是勸勉我們 讚嘆這個身事情 既然呢 這個身事情 施主所受的福 是最大 有平行者 如果呢 有這個平呢 就是還請 要請生的 還 還老這個 有要請求 應共的這個施主的人 這個執事 應當要為施主來說明 這個身事情 平等的身事情 他的功德 是最為廣大 無邊的 來開花 來啟悟 這個俗人的心 把這種俗人 這種狹小的心胸 把它打開啟 勿使令 這個別請生眾 只供養 你認識的這個法師而已 那這個 這樣符就是比較小 那字實力解釋呢 出引文來指示 那這個當中的這個仁王經 那也是喝者 這個別請的過世 那比仁王經講到呢 諸二比丘受別請者 這個可以 有點道裝句的意思 就是受別請的 這個寡度的 他是二比丘 那這樣子受別請的法度 他是一個外道化 都不是我 這個佛頭的一個俏斥 這個佛頭 他不認同 這個別請生眾的一個情形 他的心情 是希望我們要平等的 供養生眾 那既生自無大 以下呢 是第二個 勸 指令來勸勉 讚嘆 這個生日情的 我們再看下文 看文 真一雲 獅子長者 別請五百羅漢 佛言不如生賜一人 福不可諒 應說如影大海 則影重流 獅子言至今以後 當不別請 佛言我亦不令別師 以無有福 獅子便平等師 亦不言此 慈戒患戒 或戰善哉 平等之士或福無量 平等師者 師中第一 先到這邊 在這個真理阿含經 這個佛在這個色味城 那獅子長者呢 他特別的指名 這個別請 要請這個色利佛 目見臉等等的 這個五百大阿羅漢 那佛就說啦 你不如呢 依這個身世來請 那請得一個人 那依這個身世請 請得一個人 這樣的福 才不可限量的 那就說一個比喻啦 就如同你去飲用 這個大海水 你這個飲的大海水 只有飲一滴而已 就身世請請一個人而已 那已經呢 融通的 飲用眾多的這個水流 這個眾多的水流 都灌注到大海裡面 那你只飲這個河水一滴 就飲到眾多的水流 那這個獅子長者呢 就聽火的話 從今以後呢 當不再這個別請身眾 依自己這種 歡呼的心情 來別請身 火 就說啦 我亦不令 這個居士 是施主 來別施 這個身眾 以無有福 因為呢 這個施主 他要供養 他不施就要求福嘛 你這樣子 這個別請 那這個福報比較少 這個有內心狹隘嘛 所以這個福報 相對這個真自請 這個是沒有什麼福報的 那獅子長者呢 就平等來行布施 亦不言 持戒換戒 那不去分別 不言就是不去分別 這個人呢 他是持戒 他這個人是換戒 他才供養的 就是平等的布施 佛就讚讚讚讚讚讚讚 你這個布施的很好很好 佛就說啦 這個平等之士或福量 你平等心來做這個布施呢 能得到這個福呢 是無量無邊的 因為你這個平等的布施 他是布施當中最為第一的 這個平等施的施中低 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佛就是布施呢 就是六度當中的第一個 這個布施度 那這個布施度呢 他為什麼能度到彼岸呢 就是他有這個三輪體空的智慧啦 那這樣子 就能跟法性相應 什麼叫三輪體空呢 就是沒有能布施的我 還有沒有所布施的這個對方 布施的人 還有我所布施的物品 那這個 這個叫三輪體空 那我們行這個深事情的時候呢 你這個所布施的人 他是不減別的 就照街道來排 那這樣子 所布施的人 是空掉了 空掉這樣的知取 那你能布施的我呢 你放下這個愛取 這個是我認識的 這個不是我認識的 你把這個自我的意識 也降低下來 也空掉了 當然 還有把這個布施的物品 你不執著 那就把它適合出去了 沒有布施的物品 所以這樣 有這樣子 三輪體空的智慧 加持在這個布施度 布施上面 就能通達這個十項 不僅 累積福報而已 那因為 因為這樣的布施度 能把這個斷環繞 乃至於這個 本性的這個執著 本性的這個親近性 把它開顯出來 所以這個 這樣子平等的布施 在布施當中 是最為第一的 就是能跟這個十項相應的 那這個是真理阿安靜 講到這個平等 深自情的一個情形 那下面再看這個賤儀經 賤儀經 因以疊施佛 佛讓與生意義同齒 正史將來化垂滅盡 比丘蓄欺甲子 世人以上明治眾生 慢請供養 應當盡視如設立佛等 在這個賤儀經 這個佛的姨母 大概到比丘寧 以這個疊 就是一件這個茅毯 一件大意 來布施佛陀 那佛讓與生 使令他用生事請的方式 來布施給這個大眾師 那這個意義 也是相同 這個前面所說的 乃至於 假使 這個將來 這個化 將要 垂就是將要 將要滅盡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這個天下大亂 這個比丘 這個續養妻子 還有這個甲呢 就抱著 抱著兒子 這個換了仲介了 這個破了這個 根本仲介了 那這樣子 這個破戒的比丘呢 有四個人 四人還有四個人以上 這樣的比丘 叫做明治眾生 他在名字上 叫做比丘 可是他沒有這個比丘真實的功德 可是我們遇到這樣子的 明治比丘呢 明治的眾生呢 我們應當仍然廣泛的 慢勤供養 慢呢 就是像這個水流在流 他是廣泛的 普遍的 這個流 他是廣泛普遍的來供養 這些 這個僧眾 這些破戒的真正 乃至於應當要恭敬 仕同這些人呢 如同舍利火一樣 就是說你在供養的時候 你做一年 你是在供養這個助食申保 那你就有相應的功德 當然這些破戒的比丘 他自然有他的過失 可是呢 你能得到這個相應的功德的 那致辭一解釋 前面引這個真意阿安金 講到這一段的一個 阿安金這一段的緣情呢 就是火在這個奪養層 就是色衛層 那這個長者呢 請瑟利佛 穆建林等等的 獅子長者 長者就是獅子長者 瑟利佛穆建林等等的 這個五百阿羅漢 那這個時候算是 別情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時候 佛就這個喝者他 不可以別情 應該要 這個要生事情才好的 功德才大 佛喝如超 佛就喝著他 如同行事超所隱的 那這個隱大海者 就隱重流 那這個原因呢 就是你這個隱大海 他這個生事情 那這個故事的心呢 已經貫通整個十方的身寶 不是眼前的你這個熟悉的這個 這個身寶而已 你這個生事情呢 是很普遍的 貫通十法界的這個身寶 你都請到了 無所檢測 這個 對環乎生 聖人生 你都無所檢測的 雖然 這個生事情 只是呢 你這個資源有限 只能請一個這個身寶而已 可是呢 已經 你的心量已經供養了 十方的環乎生 十方的這個聖人生 當然 他的功德 就遍滿十方的 這個布施的心 沒有侷限 是普遍十方的身重 所以呢 這個隱食不論是或多或少 那這個功德已經隨著心量 而且普遍這個法界的一個情形 這個是講到生事情 功德無量 那前一經當中的這個姨母 這個大尼道比丘尼呢 他用自己的手 這個環姬 姬呢 就是用這個馬呢 把它搓成細線 這個從馬 然後自己做細線 然後再把它支成 一件呢 金色的蝶 金色的大衣 所謂的這個金鋁衣 那這個很珍貴的這個金鋁衣 那就來供養這個佛陀 那這個佛陀呢 是這個姨母所養大的 跟這個佛陀 跟這個大尼道比丘尼 很有姻緣的 那佛陀就說呢 你可以把這一件 這個金鋁衣啊 用生事情的方式 付給大眾師 然後能得到這個福 有廣大無量的 那這個當時呢 這個生事情的時候 沒有人敢拿 那結果是這個 這個福報最大的 這個 弥勒菩薩 這個拿的 他就穿著這一件金鋁衣 在街上 渡華這些 這個富人家 的一個情形 這個 那賈 這個報 這個明治身呢 因為這些破戒的比丘 他沒有真實的功德 所以叫做明治身 那下面 知詞記 那林治律師呢 來匯通 上面 這個 有些 這個 毛筍的一個地方 我們看文 問 前癮五分 除惡戒者 此何相為 答 書癮五分 簡人今也 賢語取人出也 破戒受失 且取外生悟性 令語真海 自敢 師 師父 揮謂行缺 能消信思 書中一言 那這個 問呢 前面的 那是58頁 這個 是68頁 68頁的地方 這個表解版是68頁的地方 講到 這個五分律呢 這個你要受供養 應當要除去 這個二戒 就是幻戒的人 這個連最小的戒 都要除去的 才康格 接受供養 五分律是這樣講的 那怎麼這個地方 這個賢語經等等的 還講到這個 旭妻 甲子 你還要供養 還要盡視他 如設立佛 活 那怎麼 這個前後講的 這個互相 歪圍 那這個是怎麼一回事 那這個 書超 就是 回答 宣主做的這個書超 就講 這個五分律 減別 能受供養的人 這個活頭是講的很精細 把這個真實意都講出來的 那賢語經 在取人來供養的一個情形 那是粗略的說一說 那比丘呢 這個下面 這個 這個 宣主講 這個比丘破戒 難難接受 這個布施呢 那這個是 姑且 這個活頭的用意 是姑且 取這個真人 他這個替法軸加沙 這個威夷呢 在外表上 善能生起 這個眾生 這個布施 施主信仰三寶的心 你去 所以佛頭叫我們去供養這個破戒的人 那死定這個施主呢 對這個 深海 這個住持的一個神寶 那像大海一樣 無量無邊 那生起恭敬心 那是 他用這個布施的心 來恭敬這些神寶 那是這個施主 自然而然 能感召感 這個廣大 布施的一個福報 所以佛頭教導 這個 對這個破戒人 你這個居士 俗人 應當要恭敬他 要供養他的 那這個意思呢 這個賢語經這個意思呢 並不是說 這個出家人 這個戒恨有缺欠啊 你這個出家受戒 那換活戒了 那這個 還能銷售信思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是書超 當中的一個義理 那下面 這個林志立志 這個講的更肯切 我們看文 思為五分除二戒症 並未極戒內重 使令徹勤 真衣賢語 食誦善生 皆聚 倒數 恐忽慢 生徒 至遭 罔罪 視智受虚戒禁 不禁者自獻無疑 師必普衷 不咒者所思無福 用師枉判 量無物所為 那這個思慰 就是林志立是 他自己研究的一個心得 叫做思 他自己認為 這個五分律當中 這個佛陀 這個講呢 要除去 這個幻戒的人 才可以接受供養 等等這些話呢 這個是極度的來 很肯切的 告誡 那這個出家的內重 你這個不可以換戒喔 不然你這個換了戒 就沒有供養 那這個倒糧就 沒有倒糧了 那不能存活下來的 那使令這個出家重 自己呢 策略 精請的來修行 那不要換戒的 那這個五分律的一個用意 那在這個真衣阿含經 那這個賢語經 還有下面的十宋 還有善生經 這個宏公 在這個結錄的時候 他就把它省略掉了 原文 在三大波原文是有的啦 那都是根據呢 化導俗人 這方面來講 是講給俗人聽了 這個 事實上 這五分除二界人 這些是俗人 他不能看的 這個俗人不能看的 他頂多看到阿安經 賢語經的這些啦 那活頭呢 因為恐怕 這個俗人 這個親呼 高慢 這個聲眾 這個 就是說阿含 你這個比丘 這個不如法 那個又是換戒 那這個又怎麼樣的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出家人 都換戒了 那這個親呼 這個出家人 把自己高慢起來了 那這個 這個 俗人呢 這個如果這樣子呢 就白白的 突然的 自己 這個招感到 這個 冤枉的一個 墜落 這個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之前有講 這個入世法裡面講 你這個 居室 你不恭敬三寶 那你這個就 你要原本是三 這個三寶弟子 歸一三寶 你現在不恭敬三寶 你看不起出家人 那這偽破三規 施以前倒 你這個 沒有三規 那你這個 怎麼 三寶怎麼來加持你呢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 沒有三寶的加持 那你就隨順 你的這個習氣 未來就鬥到三二道去了 那這個是自己的 這個冤枉的 這個墜落二道去的 四字 受虛戒盡 所以這樣講起來 我們就了知 出家人呢 他接受 布施 是必須要 持戒親近的 你這個不親近 然後接受 居士的布施內 那自己 陷入這個三二道 那是沒有懷疑的 沒有疑惑 後面的這個 這個表解版的 108頁裡面 還有講 這個飲食送禮裡面講 這個未來世當中 這個出家人 多地獄的 為什麼多地獄呢 因為他換戒 又受人供養的緣故 就做到地獄裡面去了 那這個居士呢 這個布施要普遍 要普及 要周遍的 你這個布施 那這個去檢測 這個出家中 他持戒換戒的 你這個新量 不普遍 不周遍 那所布施的 胡 無胡 就是這個胡不大 當然也是有胡 可是胡 就是有限量的 用施網判量 無所為 用這樣子的 一往的來判定 來檢測 這兩段的文 相信 這個量 就是相信 相信 彼此之間 互相是沒有所乖為的 就是這樣 這個出家人 持戒親近 才可以接口故事 那這個居士呢 這供養 就是平等的 供養 就是身重 不要有所檢測 這樣才對的 當然 一個 這個居士 共有擔保 是要平等的供養 這個 主人要親近 三保 要親近善知識 那要好好的檢測 要檢測 這個平性 他的道德 要這個 這個好的 那你才親近 不要說這個 他糊裡糊塗了 那你去親近他 這個一盲引眾盲 相率入火坑 那一章講到 第一章 這個別情深重 這樣講過去了 那我們現在看第二章 瘦生食物 這個居士呢 來到生團 那接受 生團的食物 那鴻公的案裡 講到這一章 諸多的文 多分呢 是來借券 這個出家道眾 不可以虛妄的 給在家人飲食 那這個俗眾呢 也可以因為 這一段的文 那了知 對生團的食物 不可以虛妄的來所求 那種子 這個出家人不懂 那給你 你也不可以虛妄的來接受 那尊做 這個分為三節 第一個 明用於 說明這個運用 然後給予的一個情形 什麼情形 還可以給予 第二個 這個約緣開 有緣 那開始給予的 第三個 這個顯示物價 你把這個生團的東西 這個給 這個居室去了 那有物價的一個情形 染污 這個居室 平等的好心 你先看第一段 明用於 說明 御用 給予 那這個 柯 有稍微有點錯 這個黑板上有改了 這個我們看 這個 勸依華 就是 第一個三角形 叫做勸依華 勸勉 依照佛的教法 看文 四超雲 佛法中無貴賤 親疏 唯以有法 平等 因同互之 人來其所 亦無餘法 若誰請 得予 即壞華也 就是我們的 學習的這個佛法呢 它是平等的 那沒有俗情的這種 高貴 卑賤 親 書 這些差別 我們知道 我們大家都有佛性 未來都坎坷作活的 那這個 對一切友情 我們應當一視同仁的 這個 佛法裡面 是這樣講的 我們的這個真如佛性 都平等平等的 沒有稍許的差別 這個是 這個真實意 可是我們眾生的內心裡面 卻有這個貴 賤 欠 書 等等的這些執著的心情 在的 那這個是現況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唯以有法 平等 因同互之 我們應當呢 唯有用這個 活法的 活頭的一個製法 依活製的這個法 法則 來行 那除去 我們內心的這個詩情 才能顯示 活法當中的這個平等 叫做留法平等 依照這個法則來做 來顯出我們這個 活法的平等 所以這個倒數二眾 應當要共同來 互持 規定的這些法則 那 所以這樣講起來 這個 書人 如果來任意的祈求 這生團的食物 那這個佛規定當中 一五余法 一向沒有規法 給予這個 這個熟忍食物的這個法度 那 我們如果隨便 私人的心情 那這個 隨便的 則就隨便的 給予這個熟忍飲食 那這個呢 就是破壞活正確的一個法度 這個這段 是勸我們 要遇到這個活的法度 那把我們這個 這個詩情 這個執著 破除 然後恢復我們這個自信的 平等 本性 那這個出 勸依法 亦無餘者 就是說 不可以 這個 揮法的運用 那給予 這個 俗人食物 心能依法 如下 則開 如果說這個 俗人 他的內心 能依照 戒法來行 就是 他呢 願意 這個 客己護理 來守這個八關在戒 那 如下面 所說的情形 那也是聽取 給這個俗人 來用栽的 那也是可以的 那正常 俗人沒有受八關在戒 那就不可以 給他來用生食 那下面 這個 試損益 這個顯示 這個 遵守 製教的利益 那還有 違背 製教的損失 叫做試損益 那這個分兩段 我們先講到 這個守教之意 這個遵守 這個活頭的治教 那有什麼利益 看文 主人本會 應災死者 然需借問 能災與死 不能災者 事與因果 此性罪乎 知會為令 懷患而退 始終非生人好處 非生人恶處 不得一向成人 一向任人不灾而食 必須去勤存到 善之 楚良也 那 講到 遵守佛的治教 那分兩小段 第一個 講到善用 善巧的 判斷 來運用 這個俗人 本來呢 不是相應你 受用栽食 栽食 就指的 這個出家人 生團的這個飲食 那這個災原本就是過不死 那這邊就指的 這個生團的飲食 然需借問 這個出家人 應當呢 要來問一問 這個借問 就問他 這個能災與死 這個居士呢 當天如果能 這個休息八關災戒 有 應該是說能 就是 有啦 有休息八關災戒 那我們就給他飲食來吃 那這個不能 就是沒有休息八關災戒 那就我們指示 這個告訴他 這個因果的道理啦 那使令他 相信 這個罪跟福 就是什麼是罪呢 就是你不合理的 來受用生死呢 要得罪的 那我們這個 那我們這個 護持活動自教呢 這個不來隨便食用 他得福的 智慧為令 那了之 我們不給他飲食 不是吝息的 吝息這一頓 他們不給他吃 不是的 他知道這個因果 那使令他 內心 懷著這個歡喜的心 然後推下去 再刪下去 買便當吃 那這個 歡喜呢 自己沒有這個 在生團裡面造罪的 那這個 始終虧生人好處 就是 這當中 上面的這個判斷 就是說 講到我們 這個隨任私情 那給予 這個俗人來用哉 那這個不是生人的好處 因為這個 他不該用哉 我們給他用哉 那這個表面上 好像是給人家好處 可是 這個俗人 非禮的受用 那就要獲罪的 表面上是得到好處 可是內禮 就要受罪 有因果的 叫做非生人好處 那這個非生人二處 就是我們依照法度 不給這個俗人來用哉 那這個因為是相應佛頭的製教 來的一個運用 那不給他用哉 那這個是護持活法 要能得到福的 那這個叫做非生人二處 表面上不好 可是內禮會得福的 那這個是講到 這兩種情形 然不得一向的這個稱人 就是說 這個俗人呢 他有所八關在戒 那這個 他是相應這個生死的 我們應該要給他 那你這個一向稱人 這個稱慧 那不給他 或是一向任人 隨任這個俗人 他不守八關在戒 那也來吃這個生死 那這兩個都不對了 要善巧的運用 該給他你還是要給他 那不該給 你就不要給 必須去情存到 除去這個俗情 那存這個道法 那個佛頭的一個制 一個規定 那這個妥善的了知 這個處斷 這個良度 那才好的 那下面 結識 結意 結識我們如此的做 那有什麼利益 該給就給 不該給就不要給 我們看文 是以謹守佛教 聖護身法 是第一慈悲人 現在未來一切眾生離苦得樂故 就是我們謹慎的來守護佛頭的一個教戒 那這個謹慎的守護身團的這個滑度 就能使命身團 那這個興盛不衰敗的 那這個呢 是這樣才是第一真正有慈悲心的人 因為這個身團不衰敗 那轉轉的他就能教化眾生 那死令現在的眾生 還有未來一切的眾生 都能離苦得樂的 因為你這個守護佛頭的一個制度 那死令這個生團注釋 那正法就注釋了 所以現在未來的無量眾生 都能離苦得樂 當然這樣子 那你就是第一 有慈悲心的人 就是從這個 你不給這個俗人來用食物 那護持這個生團的制度做起 就有這樣廣大的利益 這個是講到 這個守教之意 我們再看這個為教之損 乖為活頭的治教 那就下面的這個損失 看文 若不守佛教 誰請壞法 為聽俗人不哉而死 有來其請 誰請拙語 那前面這邊 這個小段 前面知識記的這邊文 有漏掉 我們再把它解釋一下 這個前面守教之意 這個 知識解釋 第二個 事損益 顯示這個損壞跟利益 分兩段 我們剛才解釋的是這個 初 這個守教之意 那初呢 明善用善巧的應用 那小柱裡面講到 非生人好處 非生人好 這個好處呢 就是指的我們隨任私情 然後給俗人飲食來吃 那這個不是 表面上給人家好處 事實上不是給他好處的 那非生人二處呢 就是我們依照法度 不給俗人來飲食來吃 那事上 表面上是 這個對人不好 事實上 這個是守住活的治教 那實際上 彼此都過福了 那事下 結識有廣大的利益 那鴻公的暗語 講到 上云災的 就災呢 就是過不死 叫做災 在這個 中體篇 這個八戒當中 有詳細的說明 那這個 課本 地方是39頁 那這個白衣 能受 受災者得死 受八關災戒 那得以來吃這個 生團的飲食 那這個是出自以 這個五分率 因為這個八關災戒 他是在家人的一個出家戒 他也是斷這個男女的淫慾的 那是 他是隨順卸透 堪克 受用這個生死 那這個 講到 所教之義 我們再看這個 違教之損 那這個 我們把它消失下去 這個 揮法的一個應用 如果呢 我們不遵守 這個佛陀的一個治教 那隨任這個施情 來給予 這個僧人 來用災 那就會破壞 佛陀的一個法度 那為這個 親人 俗人 不守八關災戒 然後這個 食生食 或是說有人 這個俗人 來起情 這個生的飲食 那就我們出家人 就隨順 這個人情 那就隨順 給他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是講到 揮法的一個應用 那前面是善巧 判斷的應用 這是揮法的應用 那第二個 講到 試過 只是揮法用災 他的過患是什麼 看文 令住眾生 不至倒數之分 而破壞昇華 毀損三歸 既無三歸 願離三保 令住眾生 沉默罪和 流入苦海 私與利樂 皆有壞法 這邊 先講到 失利 喪失 這廣大的利益 就是我們 這個 不該給他吃 我們 給他吃了 如此呢 就會死令 諸多的這個眾生 不知道 這個 出家的 道眾 跟俗人的一個 憤 憤呢 就是憤祭 就是界限 他這個 道俗的界限 就破壞掉了 讓道俗 他有不同的一個 這個本分 這個道人 這個出家人 主要是修這個 智憤 他呢 就是解行用功 然後這個說法 立身 那修智憤 那他呢 這個道眾 他是俗人的一個福田 這個在家人供養他 你就用得福的 那這個俗人呢 大部分是修福分的 他就經營是工商 那 承辦 種種的資據 那應當呢 來供養道眾 那 這個 一個是修智憤 一個是修福分 那有不同的一個界限 有不同的分際 那現在這個分際 破壞掉了 那 而破壞生華 那你這個 出人來接受生人的飲食 那進而破壞 這個生團的一個華度 那如此呢 就是毀損三歸 因為這個 我們隨便 給俗人飲食 那這個生俗的一個差別 就混亂 生跟俗都相同了 那這個生俗平等 那這個 如此呢 俗人哪有這個 歸依恭敬的一個對象 你這生俗都平等了 那他要歸依誰 要恭敬誰 那這個俗人 他因此呢 就不知道 這個三寶 這個活法生三寶的一個尊貴 那這生起清見之心 叫做毀損三歸 那俗人的內心 既然沒有三歸 他呢 就 遠離三寶 他 這個 跟三寶 這個 三寶跟他都一樣了 他就遠離三寶了 那這個時候 他對三寶沒有恭敬心 當然得不到 三寶的一個救拔 三寶要救他 可是他 這個沒有一個千層恭敬心 得不到三寶的一個射受 那就失去 這樣廣大的利益 那做苦 結果呢 他就墮落 然後受苦了 因為 他這個 沒有三寶的一個射受 那就使令這個諸多的眾生 這些高慢的眾生 就沉默 在這個造罪的一個洪流當中 那命中之後呢 由於他內心 他沒有三寶的射受 他就造惡業了 那造惡業呢 未來這惡業就帶領他 他流入 這個三二道的這個苦海當中 那 失去呢 這個種種 原本他歸三寶 這個 原本可以獲得的這些利益 那這些安樂 都失去掉了 接由壞法 那這些 這個三二道的苦 都是由於他這個乖為道理 那非理的來受用 這個生死 那毀壞 這個法度 所引起的緣故 就吃了這麼一頓飯 就毀破三規 失以前倒 那這個很嚴重 未來就墮落去了 結損 這個 這個結損這個地方 這個科有點 這個 要改一下 結損是第三段 非用試過 然後就是結損 結識這個損失 看文 至於不守佛教 不嫌 綠藏 缺世群生 自分死亡 民低 無慈悲人也 我們眾生呢 你不好好的 手持佛頭的一個教戒 那這個 這樣的一個情形呢 他怎麼會 怎麼會這樣 就是由於這個 我們出家做 自己呢 不熟悉 這個綠藏 的一個規定 活頭怎麼講 出了家 不知道 所以 對外 這些眾生 就缺欠 指示 教導 群生 就眾生 對外的眾生 他也不知道怎麼去教他 怎麼 教他正確的法度 那對內呢 自己呢 也昏昧這個 十節的一個濾網 什麼十節應該開 可以給這個俗人吃 什麼時候要遮止 他自己不明白 那這樣子 那就隨著他自己的心情來做 那這樣的一個出家眾呢 世民 這個低等 沒有慈悲心的人 因為他如此的做 就會使命整個生團的制度 破壞 那生團不能維持 那現在 乃自於未來眾生 都是失去光明 然後就做到傷惡道去 當然 一個制度 的破壞 都不是偶然 都是一點 一滴的 剛開始鬆動 然後在大家內心混淆 然後最後就喪失掉了 所以我們這個大家 歸一三寶 想求得這個卸托 那應當呢 要好好來扶持 這個生團的制度 所以這個 護持生團制度 這個就是 倒數二眾 大家一種不共的責任 那當然這個三寶 他在冥冥當中 也會加持 這個花心護持的一個人 那這個是講到 這個是損益 那下面 再說明到這個 第二 這個 還有支持記得 這個解釋 我們把它也 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 第二個 這個違教之損 違背律教的損失 那分三小段 初內 民 非用 非法的運用 給蘇人施 另外 這第二個 指示 蘇人非法用哉的過患 有兩點 初內 民失利 失去三寶赦受的利益 後令諸下 民做苦 這個時候 沒有三寶的赦受 就將來 必定要墮落 這個苦海 墮落到三二道去的 那這邊講到 道俗分 分 這個第四身分 道俗分 道俗的分 就是他的界限 這個道人 主要是修這個 治分 那 康可 為四人的一個大福田 他 這個減刑用功 是俗人的一個福田 那這個俗人 大部分是修這個福德的一個部分 那 他自己有種種的產業 種種的報酬 應當要來供養 這個道俗 那他就能得到福報 今的緩亂 現在緩過來混亂 緩過來顛倒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 這個出家種 去供養 道種去了 故隱不知 毀三歸的 毀損三歸 那就是輝煌來用齋 那就 會失去 失筆信心 這個失去 筆人 這個俗人 信仰三寶的心 進而呢 來清淋三寶 清損 那淋乳 三寶 他 這個俗人 跟這個 這個聖宗都一樣 那進入 這個淋乳的三寶 叫回損三歸 四下 這個第三個 結損 那我們再看第二節 約緣開 有特殊的因緣 那是開許 可以給俗人來用齋 好 那這個 這邊差不多 那我們先 這個 休息一分鐘 OK 有特殊的因緣 那開許 俗人來用齋 好 那我們看 前面是講 不可以 用齋 那這個是講到 開許可以的 我們看文 五分 若白衣入世 深不已實 並且賢心 活言 英語 辨慈 惡氣 甚時與之 又生賢心 活言 以好氣 與之 那下面 引律文 講到 開許給俗人來用齋 在五分律講到 這種沒有信火的 這個白衣 這個在家人 進到寺院內 那這個出家中 這個照佛的規定 不給他吃飲食 他呢 就生起這個激賢的心 你們 對出家人 這個不滿意了 我就說呢 有這種情形 那就用好的氣 氣菌呢 聖裝食物 來給他吃 那這個是講到 這個是 這個出家 在家人 對這個 不信火 那會對出家人 這個 激賢 那我們可以給他飲食吃 我們再看 這個 下文 此為幽幽俗 俗人 見身過者 若在家 惡眾 即 施打 俗事 須說 浮食難笑 惠惠堅令 那 道宣律主 約的一禮 來決斷 上面這個五分綠的文 那這個綠文呢 他是根據 對三寶沒有信心的人 才這樣子的 此為幽幽俗 俗人 見身過者 這個綠文是指的 這個幽幽幽幽幽幽的 這些 遠離三寶 無所歸一的人 就是指的 這種世間的這些 無賴 沒一點羞恥心的 那到處 去找人家過時的 到處去挖這個 什麼新聞的 那就是這樣的人 所以呢 他喜歡這個 健身人的過世 拿著照相機 拿著攝影 拿著這個錄音機 到處去找 看這個出家有什麼過世 那我們為了不死令 他在這個三寶地 來造罪 那就給他飲食來吃 那這個是很特殊的 對三寶沒有信心的 明有信 說明呢 如果對這個有信心的人 那這個 又另外一種做法 不是這個 這個 俗人就可以給他吃的 如果在家 惡眾 在家的這個 男居士 或是女居士 這個優婆社 優婆怡 惡眾弟子 還有這個 賤士 這個賢達的 這個俗士 雖然他還沒有 歸三寶 可是呢 他是世間的正人君子 他是內心裡面 有這個因果的觀念 那這種人呢 我們 這個不管是活弟子 或是這些 這個正人君子 我們都必須要跟他講 這個施主 這個求福 所布施的飲食 福死 就指了生團的飲食 他是求福來布施的飲食 是難以消化的 是好吃不好消化 那這個 你這個俗人 既然不是這個生堡 他沒有這樣的功能 那自然 這個難以消化 徽畏兼令 不是兼貪 令洗不給他吃的 那這個是對 活法有信心的 的人 或是這些正人君子 我們就要如此的 來跟他宣說 那這次一解釋 這個隱律文 講可以給他 那指下 這個宣祖 依照義理來決斷 那分兩小段 初呢 是指的 前面的律文 是姑且 依之於 這個對三寶 沒有信心的人 那就可以給他吃了 那幽幽 就是指的 這個願禮三寶 那心中呢 沒有歸一 那整天 這個無所事事 那隨心情上下的這些人 若下 若在家惡眾以下 是幾次說明 信心的人 那這個我們要跟他講一講道理 所以不給他吃的 那這個福食呢 就是生團的飲食 那就是彈樂 為了求福德 然後布施給大眾施的 所以叫做福食 那這個是有因緣 開許 我們再往下看 公己國王大臣 心火登主 聽則用十九錢 不須白身 若更所者白身給之 二賊來自 隨時將您不見多少 請到這邊 這個是說明 這個善巧的運用 那給予 這個俗人用災的分明期限 那這個十宋 這個框框應該把它畫掉 應該是十宋律 這個是 這個宣祖的一個正文 那十宋律 裡面把它分兩小段 一個是給這個國王大臣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執事人 供給這個有力量 來幫助火法 或是有力量 會破壞火法的這些 國王 或是這些大臣 供給他們呢 這個 心火 這個古時候 用這個木頭 這個心材 來燃火 乃至於這個點燈的這個蠟燭 那這些就是屬於 這個常駐物 那這個聽取 這個隨刃 這個 這個 用十九錢的一個情形 那不需要 白告 這個大眾師 指示人 直接就給他了 看情形就給他了 那十九錢呢 如果我們像我們現在 現在我們就看地裡面 就用 一件袈裟的錢 這樣來換算 或許這個 一件袈裟就是 一千塊 一兩千塊上下 那大概這樣十九錢 換算起來就是 如果算一千塊 就是四千塊上下 那這個 大概這樣的錢 我們就直接就給他了 這樣的價值 如果 這個國王大臣 更加在索取 更多的這些 常駐物 那必須要 這個白大眾師 然後和和 然後再給他 當然 這一段 我們這個意思呢 把它引出來 就是說 這個生死 再放在庫王裡面 也算是藏住物 那也可以給他來用 那就是說 這個目的呢 就是 就是期望 這些國王大臣 能幫助活化 不要破壞活化 像歷史上 破壞活化 整個活化 就消滅掉了 那這個是 講到 這個有力量 他會幫助 或破壞活化的 這些王公大臣 可以給他的 那再說明 這個有盜賊 這個惡難 跑來的情形 惡賊來自 來到這個 寺院 要破壞這個寺院了 隨時降臨 那我們這個 執事人呢 就隨著這個 時宜來降臨 降臨就是 把這個 將這個 破壞寺院的 這個事情呢 把它消除 那就隨時來 斟酌 怎麼斟酌呢 我們就剛開始的時候 你也不要把全部的東西都搬出來 你就是 先給他少許的東西 那這個惡賊 他心滿意足 那就可以了 就讓他離開了 如果這個惡賊 還不認可 我們再增加一點 那等他心滿意足 那違憲 就是看事辦事 斟酌來辦 不限多少 像前面 這個十九錢 還有限制的 那這個惡賊 他就是 只要他不破壞思源 那就可以給他了 當然這個惡賊 也可以給他 生團的食物吃 就是 只要他不破壞思源 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飲食送律 來講 可以給他 這個飲食 我們再看下文 生其若惡賊彈樂工匠乃是國王大臣 有利能損益者 因與生飲食 多論云能損者 與之有益者不合 即是烏家 若彼此之法 如律亦得 那這個通列五人 融通的列出五種人 那我們可以給他生團的飲食 那 生其力 講到 第一種就是惡賊 這個前面講的這個盜賊 我們可以給他飲食 第二個是彈樂 就是說 他有來這個布施寺院的 或是說 他這個過去 很常來布施寺院 今天剛好是 這個沒有拿東西來 他來走走看一看的 那這個 看這個天音老師的這個論文帶 他也講 這些也可以的 就是常常 來護持我們生團的這些 這個信心居士 也可以給他的 那第三個 這個工匠 就是來 我們這個 寺院工作的 像這個小禎 他來幫我們煮飯菜 那也可以給他的 乃至於這個國王大臣 那這些 有能力 能損壞寺院的 或是利益寺院的 損壞 就稍微寺院 或是利益 來這個 治理房舍 料理生物 來拿一些供養 東西來的 這些 我們應當都可以給他飲食的 那這個 神奇律講到 五種人可以給他 生團的食物的 隱訣 這個隱論 來決斷 詹佛多倫講到 這個 能損壞的人 那 我們給他 那當然是合理 然後把這個 破壞寺院的 這個事情 把它消滅 有益者 不合 可是 這些有利益的人 照理來講 應該不可以 給他生團的飲食 他本來就是來 護持寺院 你又討好他 給他這個 生團的飲食 既是物價 你給飲食 然後這個 染污 他這個 這個出家中 平等的好心 這個後面會解釋 什麼叫物價 當然這個有利益的 就是指 這個 彈月來講 照這個文藝 是指的彈月 如果是工匠的話 對生團也是有利益 那這個 工匠正常 這個工人 我們還要付給他工資 更何況是飲食 所以有益不合 應該是指的彈月 他既然 拿這個 東西來這個 布施生團 照正常來講 應該不要再給他飲食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你給他 討好他 那就物價了 通上利益 那 道宣律主 會通上面 這個利的一個意志 若彼此之法 如意一得 如果呢 這個 在家中 還有出家中 彼此之間 都了知這個利法 知道這個 這個身 這個身重 還有這個屬人的一個本分 那 這個時候呢 如生其利 這個 有利益的 有利益試願的人 那我們也可以給他 用栽的一個情形 宣徒講 這個時候 彼此的分跡都清楚了 不會因為用了這一頓飯 那這個生屬的一個分跡破壞掉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 他到了阿遠的 從台北下來 後面 給他吃一餐 那這個也是無謊的 這個是宣徒的意思 所以這個律 很維繫 就是 一些人情事故 都有考慮到 看這個 致詞記的解釋 這個 出飲食送律 講到 這個用 民用分跡 給予 這個屬人用 災的一個分明期限 那最初講到 這個 給王公大臣 那這個是 有十九錢 那 下面就講 這個十九錢 怎麼換算 彼土印度 這個大銅錢 那這個 一個銅錢 相當之 北宋 十六小銅錢 那當今 北宋的 三百小銅錢 當然這個是 一種 換法 不過這樣的 換法 之前 有討論過 在這個 那被人 道街那邊 有討論過 這個我們就不採用 的一個情形 那 我們現在 這個比較 常用的 就是 依這個 廣告律師 還有海公 他們就是用 一件加沙 那 來換算 這個五錢的一個情形 那或是一千塊 或是兩千塊 那這樣來算 那下面說明 這個 盜賊 不可約束 這個 盜賊來了 我們就不約定 十九錢了 那就是看他 只要不破壞試驗 都可以的 那其次講到 神奇力 融通列出五種人 可以給他生死 上面三種 就二賊 彈月工匠 那可以了解的 下面在顯示 這個王公大臣 那 還必須要討論他的這個勢力 有的這個王公大臣 這個勢力不大的 必無力者 因非所開 他如果他的一個力量 那是一個小官 那損害的這個力 損壞我們 或是利益我們的 這個程度 不大 那 應該不是開許 可以用宅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是還要進一步的 這樣來減別 那這個 薩佛多論 講到 這個引 引訣 這個把這個論 這個引出來 來決斷 就是由上面的 神奇力的文 這個有損 害還有利益的 都可以給他用災 那薩佛多論 更細來討論 既是有益 既然他有利益寺院 這個檀院 拿這個供養來到寺院 來利益我們 禮不 禮不當魚 在義理上 是不應當要給他飲食的 所以在律文 這個神奇力的文 不明瞭 所以繼續的引 薩佛多論 宣主 再把這個薩佛多論 來决斷他 實際上薩佛多論是實頌律的文 他不是解釋神奇力 是 宣主認為他這樣講還沒有講清楚 所以在這個多論 他這個 很熟悉 把這樣相關的文字再取出來 來決判的 就是彈月利益 照理來講 不應該給他飲食的 落下 通上利益 宣主 在會通 上面律文的意思 如果 這個俗人了知 這個生死是難以消瘦的 必定不會虛妄的納瘦 就是說 他這個知道 有自己有工作 有護持 三保 有護師 那這個 才來受用這個生死 那這個生人 出家中也了知 這個烏家 就是說 用這個生物來討好這個熟人 你給他吃這一段話的意思 是要討好他的 揮華必無妄語 這個烏家 這樣討好他是揮華的 必定不會虛妄的給予 來討好這個熟人的 但有緣 虛給 如果有因緣 必須要給予 譬如說我們這個生團 是在這個山上 那這個 要叫個便當也很困難 那這個 居士從遠地 台北來了 那來做事 來共生 那到中午 唯一通知 唯少的 那給他一點 那也可以融通的 那開許的 直送通開 量在於此 那直送率的吻當中 融通的開許 那相信 就是這樣一種情形 就是 就是說 他 這個 沒有工作 沒有供養 沒有布施 或是沒有守八般 再見 這樣的居士 道理上 應該我們不要給他的 那如果來試驗 這個參加活動 那我們應該多多少少少 叫他 這個護持生團 或掃掃地 或是這個洗洗碗 那再給他飲食 那這樣子會比較儒乎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 可不可以給這個居士飲食 那講到這邊 這個 就講回來 我們再看第三節 這個 相對引出這個污價 是污價 顯是污價 那刑事超的文 他是引 薩博多倫的文 整段我們把它引出來的 下面這一段文 整段都是這個薩博多倫的原文 我們看文 比丘還有所求 若以種種信施物 為三寶自身乃至一切 而與大臣俗人等皆名乌家 這個 講到這個比丘 那當然 包括出家的五眾 沙咪沙咪都算了 好 凡事呢 你用游需求的一個心情 你希望他對你好一點 希望他怎麼樣 我這樣有所求的心情 然後 以種種的信心居士 布施的物品 那 他給你這個毯子 他給你帽子 這些 東西 乃至於 你縱使是用你這個人家供養你的錢 自己的錢去買東西來送他 那這個錢你怎麼來的 也是居士供養的 也是種種信施物 那這個 為 他你的目的呢 是為了三寶 是為了公事 乃至於自身 是為了吃事 乃至於一切的 善事 惡事 都算的 而與大臣熟人等 那你把這些東西呢 送給這個 國王大臣 乃至於熟人 等等的 這個薩伯多倫 這個原文裡面還 乃至 這個等 這個多倫裡面的原文 包括這個 你送給這個出家中 一算的 這個等就等於這個出家中 你這個出家中 送給出家中東西 那你是用有所求的心 來這樣送的 這個 皆明屋價 這個呢 都是不允許的一個情形 為什麼不允許呢 那後面有一段文 你現在抄在黑板上 因為 這個在家背欄 黃公是打算給這個在家人看的 所以 這個有關於出家人的一些行詞 他就把它劃掉了 這個是會亂正業的 下面有四段 每一段都有他的一個主題 這一段的主題 就是會亂正業 為什麼不可以 這個有所求 送給這個出家人 在家人的東西呢 這個 何以這個是什麼原因呢 叫誤家 就是我們還出家人 他是無為無欲 他是修這個無為華的 他要少益自主的 這個無所欲求 對切的 這個是沒有欲求的 然後清淨自首次 那是以修道 當作他的一個重心 如果呢 這個俗人 他這個 信使往來 這個為了俗人 然後這個送東西 這個信使往來 就送東西 往來彼此 那這個時候你想要送給他什麼東西 你就要準備啊 然後 在那邊 就是為了這個事情 來操心了 那就荒惠 找亂我們正式所修的道業 原本你在看住你這念心 那以這個時候所遠近 都是要送東西 都是這個東西 送的好 送的不好 要送多送少 要準備錢怎麼樣 那就是會亂我們這個 正式所修的道業 會處理過 這個不是我們出家人 求處理 這個 所應該 做的一個東西 所以 我們不可以 這個送給 這個 別人東西 送給這個出家人 送給俗人 這個東西 有所求這樣送 是不可以的 這個是會亂正業 第二個 這個 批破壞對方的平等好心 看文 前面的這個 烏家的定義 就是你有所求的 有所求的心 送給 這個出家眾 再家眾 都算是烏家 這個也算是一個定義 我們再看下文 由以信思物與白衣故 既破錢人平等好心 於得悟者歡喜愛要 不得悟者 縱使賢善 無愛盡心 是他前人身後福田 那就是由於 這個信思物 這個信心 居是所布施的物品 那你 這個 不知道佛法的規矩 就送給這個白衣的緣故 來討好白衣 既破錢人平等好心 破壞 這個錢人就俗人 他對這個出家人 平等的一個好心 那這個俗人 於得悟者歡喜愛要 對能送給他 得悟的這個生人 送給他 東西的這個生人 他就歡喜 就害要 那這個眾生的心 就有所分別 不平等的 那這個俗人 對這個不能得悟的物品 的這個生人 沒有送他給他東西的 這個出家人 縱使他是一個賢善的比丘 道德很高的比丘 他也沒有愛盡的心 那這個時候有什麼過患 則是 是他前人身後胡田 失去 這個前人就俗人 這個身後的胡田 因為這個前面的這個居士 他沒有平等 原本也沒有這個不平等的分別心 對這個生寶 都是平等的信心 反正你生寶 就是住持 這個住持三寶之一 所以這樣一切的 這個出家人 他是賢善的 他是環烏生 都是他身後的一個胡田 那現在由於這個烏家 你這個出家人 有所求 然後送給這個居士 東西 那就破壞 這個居士 對生寶的平等好心 你就開始減別 這個有送 那個出家人 對有不好沒有送 那居士 就喪失 這個 未來就 這個 種下 這個身後胡田的機會 喪失這種 種身後胡田的機會 不會 那這個 反而 這個害了 這個 俗人居士 因為這個賢善的比丘 他是不會耗耀去攀緣的 他 來求這個居士的好感 他不會的 那這個 這賢善的比丘 他不能供養 那這個 這樣廣大的胡田 這個居士就喪失去了 這個是 講到 這個烏家 就會破壞 這個居士的平等好心 我們再看 往下看 又 請說這樣 又搗亂火法故 還在家屬人 藏魚三寶 求清淨福 割損血肉 以重三根 今出家人 還持信物 正為白衣 屬人 還以出家人 所生希望心 這個是第三點 我的故事 這個搗亂火法 我就顛倒 錯亂火法的一個緣故 這還在家屬人 那現在 這個出家人 他這個 這個 還吃 這個信心居士 布施的物品 來贈味 贈味就是贈送 這個白衣 送習慣 這個居士 他就來這個三寶地找東西 那就前面講的 這個回損三規 這個怨禮三寶 這個搗亂火法 那 第四點 這個講到 最後一段是講到 這個淫福無益 看文 又若以早霧 正為白衣 因此起七寶塔 照麗金色 乃至四世 滿顏乎體 一切盛重 亦不如靜坐 清淨慈戒 既是供養 真實法生 如果 這個 我們出家人 以早取的物品 來贈送 這個白衣 那這個取得 這個白衣的好感 那結果 這個不如這個造罪了 乃至於 這個眾聖白衣 起得好感 那因此而蓋起 這個七寶的 這個火塔 種種的莊嚴 乃至於 這個照麗 這個金色 就像這個 極彎金色 這麼莊嚴 乃至於 這個用這個衣服飲食湯藥 四世的這個供養 那這個 這個滿顏乎體 南丹布舟的 一切的這些聖眾 大漏漢等等的 那這個修的福 那這個很大 那林志祺律師解釋 說這些 都是有為廣大 世間的一個散法 那都不能離開 這個過失的 就前面的這些過失 你這個搗亂活法 那破壞居士的平等好性 那會亂正業 有這些過失的 那有過失 那修散法 那最後你得到的果報 就是醉乎雙感 你會得到 這個悲賤 的一個果報 來享受 這些福報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是講到 這個醉乎雙感 那下面 亦不如靜坐 清淨慈戒 即是供養真實法生 就是我們 這個靜坐 那這個修止觀 乃至於 清淨的慈戒 那就修戒定慧三學 那這個呢 是跟無漏法相應的一個 清淨的業 那是出禮的一個正因 那這樣做呢 就是供養真實的一個法生 那這個真實法生 林志力解釋 就是這個戒體 就是這個 這念的菩提 怨心 因為你這個戒持的 持守沒有虧欠 修止觀 未來呢 就能處於三戒 那成就這個活到的 把這個 這個本具的這個法生的功德 就開顯出來的 那就是供養真實的法生 剛開始就從這個慈戒 開始下手的 那講到這邊 現在就講 這個我們前面的 這個別型篇 前面三門 都是大力的讚嘆 供養 付持三保的功德 都是講 三保多少功德 你看好好的供養 那這個是約的 倒數二重 你這個有台力 有能力 依著這個清淨心 來行布施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這樣修虎 那也跟這個無肉聖道相應 是非常好 非常殊勝的 那這一段 烏家的文藝呢 不是說叫你不要供養 就是說你這個活弟子 你沒有財力 沒有姻緣 來修供養 你也不要勉強的 這個送東西 那討好居室 來這個化園 那你就好好的在這個 戒定會三學上用功 那這個功德也是非常殊勝 比你去這個化園 去攀園 這樣好的 像這個古德講 若人靜坐虚移情 正照橫沙七寶塔 寶塔終究化為成 一念盡心成正絕 就是說我們這個靜坐虚移情 那這個是跟無違法相應的 那你這個正照橫沙七寶塔 這個是有違法 這個有違法終究有一天它會化為微塵 因緣生就因緣滅 可是我們這個靜坐虚移情 這個無違法 算是很短的一個時間 可是一念的這個相應 它未來能成就活到的 它這個無違法是真實的 累積 它不會喪失 因緣成熟 是用成活的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有違法 無違法 要有所抉擇 你才不會 控制不了 希望 要造了很多這個有違 有違的善業 那事實上 未來是最無雙感 寧可 這個沒有姻緣 我們就好好在這個活堂裡面 去用功 那這個跟無違法相應的 那這個功德更加的殊勝 我講到這個是 這個淫虎無益 我們這個勉強的去淫虎 造的是有違的這個善業 那也造了下惡業了 那這個對我們沒有太大的利益 對卸透沒有太大的利益 那上面的這個 這個第一個 這個烏將 這個會亂正業 還有這個第四個 淫虎無益 這個是講到 我們這樣做會損害自己的盜業的 那第二個 這個拼壞 破壞對方的平等好心 還有這個搗亂火火 那這個損壞 這個居是他人的 還可以這樣來分別 那這支解釋 還所求者 這個 最前面裡面講 居是 比丘還有所求 這個有所求 總說多事 多事 許多許多的事情 不論 求的是公事 或是私事 或是善事 惡事 都不允許的 那就是 這個出現 就是一經行道 無益 少益之主 一經行道的 縱使是賢善的 是第二段 講到這個 賢善的比丘 事前人平等好心 在這邊 這個講到賢善的 是 對 是指的 這個比丘來說的 是講到 我們不可以污價 這個有所得 這個 送給居士東西 那下面講到 有因緣 開取給居人 東西 我們看文 四朝又雲 律不患中 若與父母 病人 小兒 認證 婦女 勞 律 細弊 及適中 克作者 不患 在律 這個律應該指的 四分律當中 這個我們送給居人 不患的話 若與 這個若與 應該指的 自己的東西 送給人家 那這個 與這個 這些居人 包括 因為我們前面講 給居人 那不可以的 這個居人 包括這個 父親 母親 生病的人 還有小兒 小兒就是 七歲 還有以下的 還有認證 婦女 這些懷孕的 就是女眾 還有第六個 就是被 牢獄 所細弊的人 把他被關起來 這些換人 那第七個 就是 世中的 客作者 來寺院工作的人 比如說他來這個寺院 這個 給我們上課 那我們給老師這個終點會 那也可以的 或來工作 我們給他飲食 給他錢 那也可以的 那這個是 這個 不患 當然世中的客作 我們可以給他公家的東西 那如果前面六種 那這 你應該是給自己 自己的東西 居室共娘 你這個自己的東西 你給他的一個情形 你如果給公家的東西 那就換偷盜的 那鴻公的暗語當中 講到給父親母親的一個情形 那進一步來檢得 這個母論裡面講 必須呢 這個父母很貧窮 很困苦 那要先給他受這個三規 受五戒 那這個時候 才可以不失給予他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是講到 給父母親的這個東西 如果說 我們這個居室 來寺院 我們一般這個 結緣的 性子的這個 這個活 這個活象 滑寶 那應該是沒有 這個沒有過患 乃至於我們這個 要勉勵這個 白來學活 我們就一種 無所求的心 送給他滑寶 那這樣是比較恰當的一個情形 那以上 把這個黎祝輝法 第二章 受生食物 就講過了 再看第三章 責法可夥 責 就是譴責 來指責 這個出家人的錯誤 乃至於 這個處法出家中 可不可以 那這個分作兩節 這個 可不可以 那第一個 是別列 個別列出經典來說明 這個 有的經典講可以 有的講不可以 那第二個 第二個是會通 把這些經 這個不同的說法 彼此之間 互相乖為的地方 把它會通 會通 我們看第一節 別列 那這個列出來 第一個是 勸屬禁負 勸屬人 要普遍的來 公盡守護 出家中 這個職界換界的 都要好好的 公盡守護人 那第二個呢 勸屬人 來自法 惡性的 這些聖種 這換界的 這個聖種 要自法他的 這火 都有講 我們先看 這個第一項 這個勸屬禁負 那當中分這個 慈界跟換界 我們看 十倫經雲 若諸比丘 富持戒者 天人 供養不應 則化 這個是講到 這個 十借的比丘 我們對這些 這個 十借的比丘的 一個態度 那引這個大荒廣 十倫經 講到 如果諸多的比丘 他是父子 活戒的 那一切的 天 乃至於人 都應當要供養他 他是人天師患 不應當指責 不應當處罰 那這個活地者 應當的 要供進 這個聖堡 那這個歸三堡 當中就是有 歸一聖堡的 一個情形 那怎麼可以處罰 指責我們的歸境 當然是不可以的 那下面 再講到 這個破戒 對這個破戒的 比丘 出家人的一個態度 那這個分兩段 先約著果報來勸勉 我們看文 除其多文及持戒者 若有破戒而出家者 能是天龍八部 珍寶補償 先到這邊 先檢別 除去 這是如法的 要除去 這個多文 還有持戒的 這些出家中 因為他有種種的功德 當然這些都不應該處罰 這個理所當然 這個是順著前面文來的 破的功能 這個破戒者 那還有下面兩種的功能 若有破戒而出家者 有破是根本重戒的 這邊講到破戒都是 破這個根本重戒的 不是這個小小戒而已 然後他還獻這個出家項 意思呢 他還鎖住這個威夷 替瓦佐加沙的這些威夷 那他呢 這個知見 還不錯妙的 還能開示 這個天龍八部 這個 這個阿修羅 天龍八部 這個天啊 人啊阿修羅 畜生鬼 鬼道等等 這些八部眾生 珍寶補償 這個是 珍寶補償 就指的我們這個 涅槃的功德 因為他是潛藏在我們自信當中 那這個陰險 這個隱藏 那不明顯的一個情形 那這些 這個出家中 他雖然破了重戒 可是呢 他知見還沒有錯妙 他可以跟我們講開示 講一講 我們就知道 這個真如佛心的道理 來自於就能證得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是講到 這個破戒人 他還有功能的 他還有威夷 他還有自見還沒有錯妙的 我們看 下文 因作十種聖想 佛想乃至禮足 厚生豪貴得入涅槃 是以依我出家 持戒破戒 不聽輪亡 宰相 折法 況與清患 這個講到 我們對這個勸署恭敬 對這樣子 破詩跟種戒的一個出家眾 我們仍然 應當要做十種 殊勝的一個想法 那這邊 這個列出第一種跟第十種 第一種呢 我們要把這些破戒的出家眾 當作火來想 乃至於要頂禮這些破戒的比丘的足 那這個是火金口的一個宣說 那指示果報 就是我們如此來恭敬這些破戒的出家眾 當然這些沒有破戒 如好的出家眾更不用說了 這個破戒的出家眾 我們尚如此的恭敬 那自己呢 後世 下輩子會生到這個豪貴家 大勢力 然後為一切人所恭敬 所詹事的 乃至於最後能得入涅槃 那成就勝到 就是我們這樣做 佛親口宣說 我們未來能成就勝到的 傑依 傑侍這樣的義理 是以以我出家 以佛陀來出家的 來 因為出家就要持戒嘛 可是呢 他是煩惱眾 這破了根本眾戒了 那這個尚且 不聽許 倫婉就是轉輪聖王 就是指的國王 來自於宰相 大臣 來折華他 更何況呢 其他的 這個 輕患 這個患了小微一介的 那更不可以折華的一個情形 這個是講到 這個十輪經講到 我們對這個破戒的人 要 約的果報 我們好好的恭敬他 那我們未來會得入涅槃的 所以呢 我們 為了我們 這個未來的前途 要恭敬他的一個情形 在十輪經裡面講 我們對這個破戒的人 做佛想 那我們 這種陰眾的一個性盡心 我們就不會信外道 你看 如果我們常常想 這個三寶地這麼不莊嚴 都是一個破戒的 那就 自己就不信三寶 就去信外道去了 那這樣就 這個 太可惜了 那火頭很善巧 對我們 教導我們 對破戒的人要當作火 這樣來想 你未來就不會做到這個三二道去 來自 這個 你去頂禮 這個 這個破戒的人 那你未來 能升到這個豪費價 大勢力為人恭敬 來得入涅槃的一個情形 那下面 依比喻 來這個進一步的勸勉 我看文 破戒比丘 雖是死人 世界餘力 猶如牛 黃 色香 眼藥燒香 等欲 破戒比丘 為不信所燒 自作惡道 能令眾生 增長善根 以示姻緣 一切白衣 皆因守護 不侵則罰 我先舉出這個比喻 這一邊 應該這個比喻 要把它畫過來 這個課範稍微有點錯誤 我先舉出比喻 這個破仲戒的比丘 他呢 雖然是死人 這個斷頭了 那一生呢 不能成就聖道 可是呢 他沒有破的 這個249條劍呢 他還有剩餘的勢力 還有作用的 就好像這個 牛黃 色香 眼藥 燒香等等的 這些東西 牛死的 色死的 還是這個人死的 這個 他留下來的東西 都可以做藥的 乃至於這個香 這個燒了 這香壞掉 他還有作用 就好像這個 破戒的比丘一樣 他這個 已經死了 可是呢 他還有剩餘的 這個施力 那合法呢 這個破戒的比丘 因為不幸活雨 那環繞中 所燒 那破了二戒 那自己呢 未來要做到 這個三二道去的 可是呢 他外表上 還守住這個威夷 還能開示這個火法 還能使命呢 這個眾生 增長善根 他還有其他的 這些作用 能得到大利益 這個未來眾生 能得到大利益的 以這樣的一個因緣 所以呢 這個一切的白衣屬忍呢 因當仍然要守護 這些破戒的出家人 不聽許責罰的 就是我們這個 俗人 好好的恭敬 破戒的比丘 他仍然能增長善根 來自於 陣入涅槃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是 這個 十倫經講到 對破戒的人 我們應該要 恭敬來守護 不要責罰的 那下面的這個蚊 比較長 今天先講到這邊 向下蚊槃 呼籲來日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